演艺圈有着许多的实力派演员都不是很火,偏偏还有一些人运气很差,不火还被坑,倒霉到了极点。 今天要说的这位就是这样,他就是任仲。 任仲1979年11月26日出生于天津市,从小就视李立群为崇拜的偶像,立志要当一名演员,最终成功考入上海戏剧学院。 1997年,任仲参演了个人首部电影作品《实习生》,而且还是男主角,从此正式进入演艺圈。 初初忙碌的他便获得了业内的赞许,在演艺圈摸爬滚打许多年的人众,凭借着佳恩次方,北京青年,新恋爱时代,青年医生等热播剧中的精彩表现,开始获得越来越多观众的关注。 2015年,任仲参加明星恋爱真人秀节目《我们相爱吧》,与林心如组成任性夫妇。 刚开始两人性格不合,任仲还多次遭到林心如的嫌弃,不过后来两人感情越来越好,被观众感动。 到节目结束的时候,比林心如要小的人众还任他做了妹妹。 众所周知,人众与姚迪是老搭档了,在多部热播剧中都有合作,而且还曾传出过绯闻。 不过人众却曾被姚迪狠狠坑了一次。 当年,姚迪与叶青的抢劫纠纷欲言欲裂,姚迪在一次采访中公开表示不认识叶青是谁,还反问人众,认不认识。 结果,不知所以的任仲来了一句,我也是今天才认识的,这让两人当时受到网友的强力职责,倒霉的人众就是这样被坑了。 如今,沉寂许久的人众在那里花开玉正眼中露面了,饰演了虽然迂腐,却一身正气的信令赵白石。 凭借着初次的表演圈粉无数,这也算是终于翻身了。